今天上午就是我来做主席来主持人的 很巧的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和两支队伍都相逢于同一步电梯前 当时我就开玩笑说 会不会我们决赛再见 果然 真的是一语中递 两支队伍又再次决赛再见 但是要告诉各位 这里边没有潜规则 没有暗箱操作 有的只有深深的祝福 而且我的祝福对每一支队伍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俩接收的信号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今天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场的比拼 最终两支队伍能够会诗于决赛 其实就相当于德国队和阿根廷队 到底谁更强 谁更受喜欢呢 其实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既然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就像我们主题曲唱的那样 输赢之间谈笑一场 所以最后一场 希望大家抱着一种享受的态度 来进行这样一场 一拼 好 我们的各方面准备好了吗 各位好 您正在关注的是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游戏辩论赛 我是本场辩论赛的主席李浩 那么经过了二十一场的激烈角逐 今天我们迎来了本次辩论赛的决赛 那么在我们的决赛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一下 今天参加决赛的正反双方的代表队 首先是我们的正方 台湾政治大学代表队 欢迎他们 法律学系三年级周同 教育学系二年级温怡婷 政治学系三年级周景赫 气管系三年级江运泽 政治大学问候在座各位 好 我们的政治大学也是一路拼真过来 希望今天他们能够有初次的发挥 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 接下来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反方代表队 来自我们的广西大学的四位辩手 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张思豆 反方二辩王栋 反方三辩秦彦博 反方四辩方山代表广西大学 问候在场各位 我们广西大学代表队呢 也是经常参加我们的海边赛 也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这样一支辩论队 希望今天有出色的发挥 那今天我们的辩题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预赛当中 就已经是辩论过的了 就是青年人跳槽 是否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 那么今天呢 两支队伍都曾经辩论过这个话题 不过呢 要给他们变换一下正反的立场 今天我们的政治大学代表队 他们代表的是正方的观点 就是跳槽有利于青年人的职业发展 而我们反方广西大学代表队 他们的观点是 跳槽不利于青年人的职业发展 那么到底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首先有请正方一辩做陈词 即时开始 谢谢主席各位好 在讨论之前 我们必须先对跳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跳槽是当前社会大家的个人职业发展中 非常普遍的一种选择 相信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的封建石社会 无需秉持着忠诚不是恶主的传统思维 相反的应该要有良情责目而期 贤诚责主而逝的观念 抓住更好的机会 把握更加的前景 才是在变动不拘的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制胜策略 当然 我方也明白 跳槽不是万灵丹 不能解决所有职业生涯的问题 优秀的技能 良好的反应 持续进修的毅力 都是在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是也希望反方同学 不要妖魔化 跳槽带来的负面影响 毕竟许多看似跳槽带来的负面影响 仔细剖析却发现只是误会一场 如果今天我们讨论都无法厘清问题的核心 进行讨论的话 那就不是在进行辩论比赛 而是抹黑大赛 今天双方真正的核心差异在于 面对一个想跳槽的青年人 我方秉持着鼓励的态度 告诉他 觉得你一定可以有个人良好的判断 并且给予祝福 而他方则是认为 跳槽会对他的个人职业生涯带来伤害 最好不要跳槽 而我方认为青年人跳槽 有利个人职业发展 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 比起雇首原有的职位 跳槽是在各职位与人才间 达到优化配置的必要措施 事项 倘若我们都只能在邻居中寻找交往对象 那么扩大我们的人选范围 必然能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找到真爱 同样的道理 在寻找工作时 一定也要多方比较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男女交往 如果不能再初恋就找到真爱 找工作又为什么一定能从一而终 确定第一份工作 就是自己的终身置业呢 更何况 年轻人在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上 必然会因为工作经验的累积 而逐渐趋于完整 比起输入社会找工作时的彷徨和青涩 已经在第一份工作历练过的青年人 必然有了更多的志士和判断力 这时如果他选择跳槽 想必是比第一份工作更好的选择 难道对方便有要告诉大家 有经验 有历练的人找工作 还比不上初出茅庐的菜鸟吗 第二 对比跳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无跳槽所能贡献的 无非是稳定而已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 本来就没有哪一个职业 可以给大家一个此生无虞的许诺 君不见过去专业的打资源 在电脑输入日渐普及时 仍在何方 照片充银行 在数位摄影的风潮下 又有几多残存 即便是现今看似很有保障的 证券金融处理员 在互联网科技发达 以及全球金融环境的不稳定因素下 也不敢保证未来一定屹立不倒 倘若我们仍抱持着一日入此行 终身不跳槽的观念 那么不能把握时机转换跑道 谦别说能不能累积工作上的能力 连在就业市场上能否生存都是问题 更何况 当今社会企业重组并购的所见多有 倘若你期待一间公司养你一辈子 可能随时是所托飞人 不如充实自己向外寻找更好的机会 纵上 跳槽能带给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发展 更多的选择机会 以及在现况的产业迅速变迁的时代下 是必要的考量 因此青年人跳槽 当然对个人职业发展有利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正方议变 下面有请我们的反方议变 做陈词 继续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下午好 过去的两天 针对这个变梯 我们已经有了过多的探讨 相信在座的各位 已经有了自己对于青年人跳槽的理解 但是细细看来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貌似对职业发展这个概念 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 那什么叫做职业发展呢 我方认为 职业发展是一个人在所选的领域内 不断提高成为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的这样一个过程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一个好司机 即使对于某个人来说 你尝试了不同的人生路途的风景 但这些都叫做有利于丰富你的人生阅历 不叫做有利于你个人职业发展 所以在理清了这个概念之后 今天的我方论证的逻辑有两点 第一 青年人跳槽不符合经济学中 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额外的成长成本 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目标的实现 青年人初入职场 对于职业和自身的能力认知是不全面的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误判 可是对方便有在您方这种想跳就跳的鼓励之下 很多青年人他们跳了只涂了一时之快 但是请问谁来承担后果呢 您也许会说没准我今天误打误撞 会撞进了一个我喜欢的行业 可是今天风险管理学就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风险 而跳槽本身就存在着风险 当既有的风险与青年人如一误判这个特点 相碰撞的时候 您方告诉我会发生什么 就是极大的增加了这一种风险 换言之就是增加了损失的可能 当这种大概率的事件转换为现实的时候 就体现为青年人职业发展中实实在在的损失啊 是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的 第二 从人力资源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跳槽不利于个人职业技能的提升 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深度拓展 人力资源管理学就告诉我们 青年人在职场中需要两种技能 其一是通用技能 比如销售行业要具备最基本的销售技巧 教师呢要考取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那第二点就是专门的技能 比如说一家企业内部 我具体的产品知识 报表的制作 以及工作流程等等 而正是专门技能 才能对我们个人的职业拓展 起到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我们的职业发展 源于职业选择 而职业选择又是基于我所学专业 以及对自我认知之上的判断 所以我们的第一份工作 并不是像大海捞针一般 而是选择你比较喜欢 相对认可的行业 这个时候 你把我不适合这个职业 作为您跳槽的借口 这个不是浮躁 又是什么呢 所以职业发展不是培养你的雅致 不是给你的兴趣爱好 提供一个平台 职业发展需要我具备足够的实力 完善的认知 才能够向预期的方向所努力 否则就如同火车偏离了轨道 人生也只是多了些精力 但这些都不叫做个人职业发展 今天我们又一次探讨这个变题 就是希望告诉各位 职业发展是不同于广泛的涉猎 更不同于人生的经验 虽然你的人生很精彩 但这都不等于职业发展 当下的青年人 就是抱着对方没有这样的观点 才会选择去跳槽 所以我方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反方一辩 下面有请正方二辩做质询 计时开始 大家好 邓妙 您好 所以邓妙今天评价跳槽这个行为 是告诉我们说 跳槽就必然是浮躁 没有抗压性吗 我们没有否认跳槽 我们否认的是青年人 基于他的特点三观未准 极容易出现 所以邓妙告诉我们的是 青年人跳槽一定是因为 他浮躁没有抗压性 那么我方反过来问你 如果有一个青年人 他在同一个岗位上一直去做事 可是那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挑战 这样青年人你觉得他有抗压性吗 这样的青年人跳不跳槽 有在商榷 可是关键是我们想看 他是为什么跳槽的 对方便友您方听清楚的问题 我方说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不愿意跳槽 因为他不敢接受别的挑战 这样的他有没有抗压性 对方便友 这个人没有发展不关跳槽的事 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抗压性浮不浮躁 跟要不要去跳槽 完全是两回事 再来请问对方便友 您方觉得青年人有没有选择自己要去哪一个工作 工作的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权力能力在意 好那对方便友想请问你 可是您方告诉我们是他第一份工作 是他选的 他要一直去做 第一份工作是基于他已经学了大学四年 加上父母的教会 相对来讲他的能力会比较强 认知会比较全面 四年的教育摆在那里 我四年教育 然后加了一年的第一年工作经验 第二年跳槽 那个请问第二次跳槽经验是更多还是更少呢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 没有办法比较多少 因为他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嘛 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讨论 所以您方告诉我们说 我青年人第一次选择工作的时候 很有经验很有能力 是这个意思 对方便友你混淆了一个概念 我们说青年人有选择 跳槽不是选择的唯一方式 好我方就是问你 有能力嘛 你说第一次工作 第一次选择工作有能力应该信任他 那么为什么他第二次选择想要跳槽的时候 宁方又不信任他了呢 对方便友您的问题应该是这样问 我第二次想换工作的时候 想更多发展的时候 但是这个跟跳槽没有必然直接的因果关联 换工作跟跳槽难道不是很同的概念吗 如果我干得好 老板给我升职 给我加薪 给我调到总公司 那这个也叫做好的发展啊 所以宁方认为 如果是老板 这样你调到公司就有利 你自己主动去换公司就不利 是个意思 我没有这样 因为这两个东西无法比较 你得看到底是老板器重你比较多 还是你想去老板不看重你比较多 这个比较不出来 对方便友 可是宁方根本混淆这个概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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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两位辩手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座质询 计时开始 好 对方朋友您好 我先跟您核对一个观念 您觉得对于您个人职业发展来说 是您的专门技能更重要 还是您的通用技能更重要 都很重要 在现在这个社会下 对对对 几乎是要什么都懂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卖心脏起搏器的医药销售 我能说会到 而且业务能力很强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想跳槽到其他的医药销售岗位 您觉得能成功 可不可以 可以成功啊 对 当然可以成功 好 这个时候为了更高的薪酬 我去到什么呢 我去到卖牙医设备的那个岗位 但是牙医设备和心脏起搏器 之间的差异就很大了 这个时候我需要熟悉它 这个时候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时候成长成本 是不是增加了 是 但如果后面这份工作 才是他真正喜欢的话 对对对 我们相信这样对他来说 付出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 成长成本增加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一旦成长成本增加 对我们个人职业发展有影响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个时候我又看到奥迪车 比卖牙医设备更挣钱 这个时候我又想去卖奥迪车了 但是奥迪车的差距 跟医疗设备的差距就更大了 这个时候纵然我销售能力很强 但是我要需要熟悉车的各种参数 熟悉了很久 业务还是迟迟开展不了 这个时候我个人职业发展 是不是受限了 跟对方没有理清一个观念 我们相信随着每次跳槽 你的经验会越来越多 于是你在这三次跳槽会中 会知道想赚钱 不是一直跳槽能解决 对方没有 您先回答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职业发展是不是受限了 就在这个例子里面 是不是受限了 对方没有 它的确短时间受限 但它眼光点好了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当你的通用技能 会在跳槽过程中 有可能会不断提劳 但是你的专业技能 或者说专门技能 在跳槽的时候 你每跳到另外一个岗位 因为公司不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专门技能 是受到了损害 需要从头再来的时候 对于你个人职业发展 是不是有损 对方没有 那如果你是一直在同一个领域 同一个专业 一直卖心脏起搏地的话 对方没有 我刚刚说的 就是在同一个领域 我一直都是医药销售领域 而且都在做销售 医疗领域 我们可以切得更细嘛 卖心脏的跟卖心脏的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对方没有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当专业专门技能 才是决定你个人职业发展的 最决定性 我方觉得都很重要 如果他的能说善 都让他每一种都卖得很好 根本没差 没有啊 如果他每一种都可以卖得很好 通用技能这么强的话 当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职员 不是吗 谢谢对方编友 好 谢谢我们二位变手 下面有请我们的正方三面 做质询 即是开始 张柳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知错该不该改过 知错当然应该改 好 那为什么早错工作 不该换工作呢 对方编友 我们没有 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 你早错了工作 应该去换工作 但是青年人是不是早错工作 他自己不见得知道 所以你方讨论是误判的问题嘛 对不对 不是 青年人由于自身的认识的问题 局限性有可能认识不到 对对 那请问一下哦 你方说青年人跳过的 基于不清楚的理由 他就误判 所以跳槽失败 那有没有可能 他基于误判有可能 留下来是失败的案例呢 对方编友 您今天无非是告诉我说 青年人这个群体里面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成熟 可能认识 对方编友 哪一个群体里面 没有一部分成熟的人 我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您方的判准是说 青年人想不清楚 所以跳槽会不会失败 我们可能青年人也想不清楚 所以留下来也是失败的案例 对方编友 这个时候 我留下来可能认清楚 您跳也可能认清楚 对 双方并没有矛盾 双方都一样 所以跳槽可能失败 可能成功 留下来可能失败 也可能成功 所以说 显然这个判准不能论证命题 再请教下一个问题 请问一个年轻人 刚出社会 如果他精挑细检 第一份工作 请问这是有利于职业发展 还是不利于职业发展 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好 那请问我选完工作之后 我又继续精挑细选 为什么这个时候 又变成不利于我的职业发展 对方编友 我们说了 在您精挑细选的过程当中 你的通用技能可能在增加 但是对于你的专门技能 是有损的 但是专门技能 又决定了你个人职业发展的水平 所以如果第一份 精挑细选就是有利 为什么第二份精挑细选 就叫做有害 对方没有没有论证 再问对方有下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去培养 找工作的眼光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嘛 那如果今天青年人的跳槽 可以让我们精一世长一致 是不是就增加我们的人生力电 是不是就增加我们的智慧 对方没有 您的前提是 吃一千长一致 它必须要长这一致 而且我吃的这一千 对我的成长成本来说 是不是太大了 这样不必要的成本 究竟符不符合最大坏人责呢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精一世长一致 是有利的 我们来比较 所以我们要担心的是成本问题 我们来考虑 我们来看一下成本问题 您方这个认为 年轻人应该固守一个行业 不外乎就追求一个稳定嘛 对不对 对方没有 不只是稳定 是您专门技能的提升 安全的考量 那请问一下 对方便友 今天大环境都在变 这个在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前 Motorola是一些很大的手机产业 但是随着智慧型手机 像iPhone出来 Motorola的公司就没落了 请问 原本员在Motorola的公司 他员工是不是 他的职业发展就受到了影响 对方便友 如果您方一直跟我们扣帽子的话 就是证明你没眼光下次学乖一点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苹果好不好吃 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而是讨论职业发展 有没有达到效益最大化 要不要付出 那些不应该付出的成本的问题 在你第三次买苹果 这方便友 我还没有问问题 请你不要乱说话好吗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我方没有乱说到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讨论青年人的发展 到底是讨论青年人 青年人这个阶段的发展 还是讨论一个人 他作为青年人 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 整个职业的发展 对 所以就这个阶段而言 对人来讲 是不是越年长 心智越成熟 判断越老恋 人越年轻 判断越容易出现偏差 对啊 老恋的过程就是经一世长一致 那跳槽失败之后 经一世又长一致 这不是跳槽的我方观点吗 所以我方没有说跳槽不好 而是告诉大家 基于年轻人三观尚未定型的固有缺陷 他现在去跳槽 不能达到最大效益 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结论 我方便不这么认为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专门技能的核心竞争力 专门技能的核心 可能就是该领域的这个 该领域他们的了解知识 对方便有 你答对了 再请教您 核心竞争力是由职业技能构成 还是由兴趣爱好构成 都可以 哪个比较多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构成更强 对方便有 核心竞争力是无可替代的 兴趣是可以替代的 两个东西您回答错了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好不好 可以 我们说 我们说跳槽增长的经验 通用吗 可能通用 对 通用就好了嘛 通用就不是职业技能 不是核心竞争力 看工作的眼光 看产业 对方便有 请教您一个问题 能不能通过以跳槽为手段 来提高核心竞争力 请您举个例子 有可能 举个例子 我在A公司 看一看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跳到B公司 我就可以把这个核心竞争力 复制到B公司身上 我们今天不是跟你模拟一个 如果的例子 我是请你举一个 实际上存在的例子 可以吗 可以啊 举个例子 可以啊 如果我原本在Apple工作 对方便 我们说跑到HTC工作 我就把Apple技术复制到HTC 对方便我来跟您说 您不许我帮您举 我们知道三星和苹果不一样 如果我从三星跳到苹果的时候 到底是老板直接晋升我 还是要我重新接受培训 重新融入企业的话呢 都有可能 谢谢专门 谢谢 下面有请正方的变手代表 来做小杰 计时开始 大家好 其实对方今天先把一个抗压性很低的帽子 强压给了青年的跳槽者 可是我们知道抗压性低这件事情 可能你原本在一个岗位里面不愿意去接受挑战 你不愿意跳槽 其实你可能也是一个抗压性很低的人啊 所以抗压性跟你要不要去跳槽完全两回事情 都要没有不要再做这样的论证了 再来对方便有担心青年人容易误判 所以叫他们不要跳槽 可对方没有有没有想过 你青年选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他来判断的 那你为什么就相信告诉我们说 青年人有四年的专业经验很够 可以选第一份工作 可是他一年过后他想换了 你又告诉他说 你只有一年的工作 你一点工作经验 你还不可以换下一份工作 这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我要换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不仅仅有我四年的专业经验 我还有一年工作时的职场经验 所以整体来说 我要去判断我适合什么样工作的能力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时候对方便有怎么又不相信青年人可以精打细算 可以选择自己适合什么工作的能力了呢 再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要谈青年人工作的累积 可如果青年人他持续在跳槽 他不也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累积他各种经验吗 不管是你方说的通用经验也好 专业经验也好 他也是慢慢不断地在积累啊 那我方可以承认的是 对的确如果你只要发展一个工作 他的这个青年人跳槽之后 他的累积速度确实会比较慢一点 可是我们接着来看 这到底在青年职场发展中有没有关系 其实对方没有提出今天个人职业发展 是要选择一个领域的工作好好耕耘 其实我方也同意 可是我方跟特别方便有方式不同是什么 对方便有说那一个领域啊 要在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确定下来 就耕耘他 就永远是那份工作定下来 这跟初恋定终生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那 可是对方便有要知道 你对这个工作忠诚 可是我们提出时代的观点告诉你 工作不会对你忠诚 很多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下 很多工作慢慢被淘汰 很多这个倒闭潮 那你身为这个员工你在这样的时代下 你需不需要这个累积更多不同的工作 还是你要死守的一家公司 相信答案很明显可见 所以我方认为发展这个青年人的发展应该要是什么 你要去抓紧在时代中看到的每一个职场机会 在这个景点中勇于投入 慢慢累积 那么虽然你可能到中年之后 你还是可以发展你的职业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正方二变 下面有请反方的变手代表来做小结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刚我们发现工面环节中 对方三面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今天我可以在苹果公司卖手机 我换了一家公司去HTC卖手机了 对方没有 这个时候你的销售技能 就是你的通用技能 你的技巧 这个知识你存在的 但是我方今天告诉你 专门的技能你是不具备的 请问苹果手机跟HTC手机是一样的吗 构成一样吗 一个是苹果系统 一个是安卓系统 您方告诉我 你卖的时候 你难道不需要掌握这个技能吗 所以可见 您方对于这个技能的区分存在着一个误区 其次 对方没有今天忽视了青年这个阶段的特点 您方在之前的比赛中 也承认嘛 青年这个阶段 盲目的 不理性的 认知是不全面的 可是您方今天 黯然失色 不承认了 我方实在不能沟通 因为青年这个阶段 我也觉得我 我现在认知还不够健全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 沉下心来 继续干好你的本职工作 而不是在你尚未 完善你的认知的时候 就想跳所跳 随你所愿 这方面我今天来想一想 我们一个青年 在选择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依据的是什么 是不是依据我的专业知识背景 和我的认知去选我的工作 就像对方一遍刚才说的 您方说 你在理论怀念中告诉我 人去谈恋爱的时候 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人 一辈子定终生 但请问 你找的这个男生 难道不是你的菜吗 你不是因为他长得高 或者长得帅 喜欢他吗 难道你觉得他一无所有 你跟他在一起吗 可见 你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基于你理性判断 基础上 你觉得对你有发展的 所以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选的工作 一定是你所喜欢的 可是你工作之后发现 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了 其实你是在为自己的跳槽 找一个借口而已 因为当初你基于自己的认知 你能选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不适合 那基于现象 你想要跳槽 想要换新环境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不适合 这不是浮躁 又是什么呢 其次 对方没有今天告诉我 我精挑细选的一份工作 是我所喜欢的 可是倪方今天说 我跳槽的时候 那个工作我更喜欢 倪方这不是建议四千吗 其次我们再来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 一辈子要依据他的兴趣爱好 依据他线下 所想去选工作的话 我们只能告诉你 你的人生可能会有很多经历 你可能会很丰富 但这都叫个人发展 不叫个人职业发展呀 谢谢各位 好谢谢我们的双方的变手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 自由辩论的阶段 首先有请正方的变手 率先发言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再想请教对方没有了 如果您方信任 他第一次跳槽的选择 是理性而非盲目的 为什么后面的跳槽 就变成盲目了 告诉大家 因为对方没有今天犯了一个 离题论证的错误 还请教对方没有了 您方今天要论证的是 跳槽有利于个人职业选择 还是个人职业发展 明确告诉我 个人职业发展当中 必然有选择过程 还是请您方正面回应 为什么他第二次跳槽的时候 您方就不信任他选择能力了 这方非哦 发展的定义是从小到大 简单到复杂 低级到高级 请问您选择的定义是什么 选择的定义就是 就有很多工作 把我面前 我要精挑心的去选嘛 这刚刚直询的时候 不是达成一个共识嘛 但请教对方没有一个问题吧 现在大环境速度变化很快 很多产业以前很红 现在就没落 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个选职业的眼光 我是不是不知道该如何跳槽 就没有 其实您方今天还是在论证 跳槽是否有利于 个人职业 发展 职业选择 但是这样有论证 今天的变题吗 正面回答 对方没有 如果我是一个数学总是算不好的人 但我就是坚持要选择念理话 当医生 就在医生这个行业 努力地无法从简单发展到复杂 请问 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选一个更好的 有利于我个人职业发展呢 那您方之前选那个数学专业的时候 您方告诉我 难道你不喜欢吗 对方便有 喜欢或不喜欢这些信可以变嘛 关键是您方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双重标准 为什么第一次选的时候就是理性的 第二次选就变成盲目了 告诉大家 我方告诉你 因为青年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盲目的 他选第一份工作 也是基于线下的理性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为你的盲目找一个借口 你说你要跳槽 这难道合理吗 当然没有 可是我们要看 青年人怎么样可以不盲目 就是要多累积他的经验 请问跳槽是不是可以多累积他 在指导经验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说 跳槽可以累积这个人个人成长的经验 但是我们不能苟同 跳槽可以累积这个人个人职业发展的经验 因为发展是一个动态和直线的过程 请教对方没有了 您方今天究竟认证的是个人职业选择 还是个人职业发展 再次告诉我 人的智慧变得丰富选择工作对他未来接发展不就更好吗 对方没有的逻辑才奇怪 这个 跳槽的年轻人叫做盲目跳槽 这个留下来的年轻人就叫做理性选择 您方年轻人一下聪明一下不聪明 是不是双重标准啊 对方没有 我方告诉你 在我选择那个工作时候 我是喜欢的 这个时候盲目的特性存在 当你想跳槽的时候 盲目的特性也存在 所以方告诉你 今天青年人是盲目这个特点一直存在的 并不是说 跳的时候就不存在了 对方没有 所以那为什么您方坚持要让他在第一份盲目选择的工作中一直待下去 如果他渐渐在这份工作中认清到自己选错了 这时候跳槽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不是对他有利的职业发展吗 对方便有 这个时候您需要跟我论真 他第二次的选择 这个时候就认清楚了自己 对方便有 您敢不敢承认 对方便有 你都承认了 他第一次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理性的 那选了第一次之后再选第二次 我难道不会学乖一点吗 我方说的第一次选择是基于你大学所学的选择 请对方便有正面回答这一个问题 专门技能到底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到 还是在岗位上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和专注才能学到 方便我方又不解了 你一年工作后 你四年大学的专业技能就万光光了吗 还想请对方便有回答 中国青年报告诉我们 然后五成以上的人他认为职位高地不重要 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才重要 所以对方便有 如果你不跳槽 你能够轻易找到你合适的职业吗 那是对方便有基于一个太浪漫的想法了 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 有谁不在乎工资 有谁不在乎职位吗 倒是请教对方便有了 职业技能和专业技能有何区别 职业技能要看你的职业是这个要求 是不是有专业领域吗 对方便有也没有去解释 你要选哪种工作 那请教对方便有 如果您方说这个我只要跳槽之后 我技能就会被中断 就无法累积 可是如果我只是从A公司跳到 A手机公司跳到B手机公司 我做的都是设计师的工作 请问一下我的职业技能有何没有累积呢 对方便有 核心竞争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通用的技能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论 请正面回答 对方便有我们承认的确在您方世界下 可能大家对于累积的技能的确更好 但我方刚刚二边说过啊 重要的不是职位高低 不是进那个职业在这个社会上的是什么样的看法 重点是他个人喜不喜欢 如果他在他不喜欢的行业里发展得很好 那对他的个人的发展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他来说一无是处 最后没有请问你这个累积得到的结果 是有利于个人发展还是个人职业发展 对方便有 他个人的选择变多了 他当然能够在这些选择里面挑选适合他的选择 他的职业自然就发展了 不要再玩这样定义切割的游戏了 再想请教对方便有了 按照您方的观点 现在是您方确定一下 觉得技能累积比通用技能来得更重要 我确定一下 对方便有怕就怕在乱花剑狱迷人眼啊 对方便有还想请问你了 如果一个苹果的工业设计师挑到安卓去 这个时候他的成长成本会不会更大 不会啊 他反而可以看到更安卓 看到苹果不是一个是现代性的复合型人才吗 再来对方便有看这个资料 天下杂志的这个访问告诉我们说 只要35岁前可以扩大一些都是该跳的槽 您方怎么看待呢 对方便有请您回答上一个例子 他从苹果跳到安卓 他付出的跳槽成本 是不是肯定必须且应该付出的 请您正面回答 当然啊 但他付出的跳的成本是什么 不话就是出去找工作投履 一项成本有什么意思呢 再想问一个问题好了 如果我今天在一个日商公司待一阵子 又在美商公司待一阵子 我是不是就看了不同 两种企业文化不同的这个氛围呢 可见对方便有今天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我方之前一直在跟你纠正一个误区 今天你的技能里面包括一种通用技能和专门技能 我方今天告诉你 这种专门技能的丧失正是不利于你个人职业发展 难道对方便有没有看清楚一点吗 请问一下HTC的专业技能跟手机 这个Apple的这个专业技能 究竟差在哪 您方倒是说不过都是手机设计嘛 差在哪 他们公司当然不能告诉我 因为这是他们的核心机密了 倒是请问对方便有了 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有何区别 大概有些不同 您方一直强调 但我方觉得在这里对个人职业发展来说 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来看看我方的例子 蔡峰是一间材料公司的CEO 她曾经在国企跟外企跟民间企业都有经历过 她丰富的阅历使她成为职业达人 最后当上CEO 您方怎么看这种 她有丰富阅历让她更成功的例子呢 所以对方便有今天所有的例子 都是建立在一个 所有公司任你挑选的基础上 你没有核心竞争力 那个公司会不会要你 她就算敢要你 她要不要培训你 她不培训你 你的职业发展从何而来呢 对方便有这么样关注专业的技能 可是在现代专业的技能 随着时代的变化迅速地被淘汰 您方抱着了那一个饭碗 还会是永远的金饭碗吗 那请对方便有告诉我 苹果公司多久倒闭 我方不知道 但是我方告诉你 很多照相摄影业 打字业 证据营业员 都被这些ATM被电脑取代了 所以对方便有 还能够固守一个行业到终老吗 请问对方便有 失业和跳槽有何区别 对方便有这个不可能承认 这个手机也会消失 那你怎么不看MotoMora它的没落呢 所以今天可见对方便有告诉我 他四遍说 我这个时候选的跳槽 就是基于我现在的认知 可是您方觉不觉 青年这个时候的 他的认知上的缺陷 您如何找到更适合您的工作呀 对方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没有区分 通用技能跟行业技能 这两个技能 其实对于个人职业发展来说的话 一定是专门技能 决定了你个人职业发展的水平 其实我们今天发现 对方便有他混淆了一个目标函数 对方便有今天在论证 青年跳槽 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对他的期望 可是我们今天要论证呢 是是不符合个人职业发展需求 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需要来说 我自己的专门的技能 才能是我的竞争 核心竞争力呀 对方便有 今天对方便有所有的逻辑 都是建立在一个 非限定性的一个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对方便有所有的论证 都是在论证 这到底是有利于这个青年人的 个人发展 还是个人职业发展 对方便有是不是告诉我 多走弯路也是路 走路总是好的呢 对方便有是不是告诉我 我见识的多我一定就有成长呢 我们都知道成功就是用最短的成本 和最少的时间 获得同样的东西来达到那个位置 今天一个青年走了很多弯路的时候 他虽然到达了 但是您能说他是一个成功者吗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双方便有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反方四变来做总结称词 谢谢主席 大家好 相信听了这么多场关于这个变题的讨论 大家都有些审美疲劳了 这个时候不妨让我们回归一下这个变题 看一下变题中的一个关键词 叫发展 今天中午我方专门查了一下什么叫发展 在哲学的名词解释中 发展指的是一个事物 由小到大 由浅入深 由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纵向发展过程 而今天对方便有所有的逻辑 都是建立在这个个人 有没有选择的对 有没有选择的好 选择的对不对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因此 对方便有在歇下来的论证中 需要为我论证 这样一种历练 这样一种成长 究竟是有利于个人职业选择 还是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今天对方便有在立论中给我举了个例子 他说 初恋可能不是我的最爱 我可能想找一个婚后啊 对吧 可能有更好的姑娘在等着我 但是我要告诉对方便有的是 初恋的感觉 每个人绝对都是 发自内心有所不同的 是因为当我们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 我们会对他产生一个基础的了解 和基础的信任 如果两个人连一种基本的了解 和基本的理性都没有了 结合不是浪费社会资源 其实今天对方便有所有的论证 都是建立在一种 年轻的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之上的 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现在想我未来的老婆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女孩子在他面前供他选择 他想我未来可能生儿子还是女儿呢 可是这现在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在他面前供他选择 也就是说对方便有今天所有的论证都在教我们怎么选择 而不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退一步说 我方承认您方所说的发展确实发展 但是这究竟是个人职业的发展 还是我这个人的发展 其实对方没有今天说历练 我经历了不同行业 我见到了不同的风景 看到了不同的人 见识到了不同的安卓机 苹果机等等等等 我这个人这个知识水平在提高 确实有哪一个老师不喜欢一个博览群书的孩子呢 但是我们能说一个父母就苛责这个孩子一直在学习吗 我们说这个孩子可以去打篮球 打篮球好不好 可以强身健体 这孩子可以去玩泥巴 玩泥巴好不好 可以锻炼他自己的动手能力 也就是说但是这对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一点都没有帮助 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种手段 这样一种跳槽这样一种手段的价值 我们今天说对方没有坚持 他方的立场和价值是危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青年人都普遍树立一种观念 跳槽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这种观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对待跳槽的心态就不同了 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第一份工作找得好不好 无所谓 因为有跳槽的存在吗 自己不适应这个公司的时候 无所谓 因为有跳槽的存在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 虽然因为有了跳槽这种机制 确实非常好 我方毅然承认 但是青年人就多了这样一个借口 给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当他不满足一个社会 不干预坚守自己的岗位的时候 他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跳槽可以帮我解决吧 其实我昨天在打完这场比赛的时候 也进行了一个反思 包括我的教练 我的队友告诉我 其实不论对手多么强大 你自己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反思对手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不常来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在这种观念中有这样的错误 这样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康熙刚刚即位的时候 小庄对他说 孙儿 大清国最大的危机 不在外面的千军万马 而在你自己的内心 心态决定命运啊 我们不能把任何东西都苛责于外物和他求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反方四变 下面有请正方四变做总结陈词 谢谢主席 承接了反方四变最后的总结陈词 我们可以看 如果按照他方的观点就是青年人的跳槽是不利于他个人职业的选择跟发展的话 这从样会对于青年人的个人的内在价值判断产生具体的影响 也就是当我如果真的发现我的第一份工作真的不适合我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越会不选择去跳 对方便有用了一个很崇高的道德价值去给了青年人一个先天的枷锁 去认为说你的跳槽都是盲目的 你的跳槽都是不理性的 可是各位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在做的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难道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去做那个精打细算吗 对方便有愿意相信青年人第一次选择 却不愿意相信他最后第二次的选择第三次的选择 对方便有从头到尾没有解释这个部分逻辑的矛盾 他们只一直在告诉我们说选择跟发展是不同的事物 回到我们的观点 我们在谈的观念很简单 用对方便有的用词 通用技能跟专业技能来看 我们今天就是要站在这里告诉大家 通用技能不好意思比专业技能来得更重要 为什么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 我们前面告诉大家说 今天这个很多的公司 不管是苹果公司 或者是这个HTC的公司 或者是之前的这个Motorola 为什么Motorola他会因此而这个倒闭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动 时代的脈动 包含我们前面一遍所提到过 比如说金融业 金融业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觉得哇 这个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金饭碗 可是随着我们的网路这个信息的交易平台 开始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那一些的这个作业人也开始这个退居二线 再看看台湾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刚发生这个这个能源危机的时候 核工相关的产业成为了青年人最重要的选择 大家一窝蜂一股脑的去这个去那个地方就业 可是这样子的风潮维持了多久 十年啊 十年不到 就因为后来全球发生了许多核安问题 导致这个核能相关的领域 这样子的专业技能的累积 倒是说这个产业根本就没落就瓦解了 各位 我们今天双方最大的本质跟差异在哪里 就是对方便有觉得 在现在的时代环境底下 我苦苦的守着一个技能 苦苦的累积熬成婆之后 可是我们要告诉各位 大环境 不一定是你累积的那个技能 是你想象的这么稳定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今天在一个地方所累积下来的技能 不能够保证你未来职业发展的长治久安 这才是我方真正担心的事情 所以关键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专业技能 在现在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 通用技能我们谈的是什么 我们谈的是事业 就是当你手中握有这个技能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只看 这个技能能够为你带来什么 因为这个技能的价值的多与广 都不全然的决定于你自己的手中 大环境的变化 市场供需的改变 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消失 可是跳槽带给你的是什么 跳槽在带给你的就是唯一的差异 其实就来自于你越跳的过程当中 你的选择变得越多 当你的选择越多 你可以看得更多的时候 你会去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 去增加你判断一个工作好坏的能力 而当你把这个判断工作好坏的能力 化作积累成自己去 面对未来每个职场的选择 跟不同的挑战的时候 这才是你一辈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 各位懂我意思吗 专业技能是专业技能 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而淘汰 可是你 你所拥有的通用技能不会 它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站在这边告诉各位 如果你今天待在一家本土企业 OK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愿意 我们欢迎你到外商企业去走走跟看看 今天 如果你是个电脑工程师 如果你真的觉得今天这里的工作不适合你 可以 请你到服务业去走走跟看看 因为这些走走看看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毫无收获的 那些技能的累积不是这么的重要 重点是你的眼界必须要更开阔 今天这场辩论比赛 我们其实不应该去讨论那些个别的跳槽的案例 到底是好是坏 我们讲白了 就是跳槽有助于让青年人变成一个社会人 如此而已吗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正方四变 他最后的一句落脚 如此而已 给我们本次辩论赛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 其实已经是十几次的在这个台上聆听着双方变手的疾变了 但是今天少了很多的这种激动和紧张 更多的是一种享受和平静 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说 让我们下场再见 但是今天再说再见的时候却不想再见 因为再见之后真的要再等365天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是有关于青年人 有关于跳槽的 我也知道 我们变手当中很多朋友真的是即将离开学校 告别这个变手台 告别大学校园 步入社会 想跟我们的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朋友们分享一下 其实真的步入社会的时候一定不像我们今天所在这个舞台上一样 因为一切的事情在这个舞台上非黑即白 非利即弊 非对即错 而走入社会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多彩的多元的复杂的社会 任何事情都不只有两种选择 但是这个舞台所赋予各位的优秀的品质 却可以帮助各位面对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就是各位每次在这个舞台上所展现的那种坚持 那种勇气 那种学习 所以临会之际把一份深深的祝福献给我们所有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离开校园的朋友们 当然也有一份深深的祝福送给明年再次会光临我们舞台的朋友们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相见 谢谢大家